主料,红枣500克,糯米粉200克,辅量,桂花酱,水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红枣洗净,用水泡发,泡搭好的红枣,用小刀块个口,去盒,拿一个碗,放入糯米粉,合成面团,拿一小团糯米面团,搓成条,放入红枣内,全部做好, 占锅整10分钟左右,较少许桂花酱,即可,开吃,烹饪技巧,糯米粉比较粘,可以在塞入红枣的时候蘸少许油,红枣去喝时,要注意不要把枣弄断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